今天介绍万安的市政最高顾问团 我们一起打造永续台北 正式登记参选前 蒋万安先公布市政最高顾问团队 找来前市长马英九 豪龙斌市府人马 与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别苗头 因为四位顾问都曾担任过北市副市长 各有不同专业 成为人擅长都市规划 李永平是文化领域 邱文祥有医疗专业 陈永仁则是环境发展 台北市长要成功的特质 就是不是他一个人作为专家 而是他是一个能够虚心 倾听专家的意见 台北市不需要再一个自作聪明的市长 四位未来台北市政最高顾问 他们对于台北市政都非常的熟悉 过去也都是我时常情义的对象 我是很务实的人 我非常了解我的优势 我的劣势 我的劣势就是面对装处的在业 我的资源相较为其他两个对手 我们不一定要 至少自己资源没有对手多 因为前一天陈时中讽刺蒋万安 对自己拥有的宝贵资源 不了解把自己做缴 两人丑的还有涉服政策 蒋万安向陈时中提出的补贴方案 都是空头支票 提供坐月子的补贴 但对年轻夫妻来讲难道坐完月子之后 相关的养住你都不管了吗 反观我提出的相关育儿养育政策 吹声助养好住三个层面 贫敏把炮火对准成时中 因为战局真的很胶着 最近民调显示 蒋万一下小赢10% 另一份却又出现 小输0.5%的状况 民调都是参考 不同的机构也会有不同的效应 对我来讲 就是持续一步一脚印 而9月1号 蒋万安也将和新北市长侯友宜 及要选桃源的张善震 一起去登记 准备喊出北北桃连线 把握选前壮大蓝银气势 欢迎新闻送局林家倩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